所以不要认为有一个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修行 哦 我用一个什么方法 我打坐了多少天 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 师父 我念多少遍经 这个事情就会好了 师父告诉你们真话 念到你无我了 这个事情就好了 念到你已经自然地念了 这个事情就好了 没有一个事情说 哦 我吃多少药之后 你这个病就会好了 没有了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每个人身体的素质不一样 每个人承受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能量 也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说 哦 我打打坐就会好了 我打三年坐 十年坐 你不管打多少年坐 你打通什么经络呀 念个什么咒语呀 你没有到行门啊 你没有理解这个世界 你没有对佛法真正地放下 你怎么能解脱 你怎么能够变成无我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哎呀 看看这个人 哎呀 修得很好 我也要这样 对不对啊 那么慢慢地 打打坐了 慢慢地 我要打通经络了 慢慢地 我有学了很多佛法 拿出去讲讲这个 讲讲那个 你慢慢地就变成神经兮兮了 一会儿讲 哎呦 菩萨来了 一会儿马上说 哎呀 这个事情 哎呦 怎么样怎么样 哎呦 我有灵感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 有多少学佛的人 他们学到后来 为什么精神不正常啊 因为他们整天 以为自己是菩萨 整天想做菩萨 他又没有这个根基 又没有好好的 行门 又没有证悟 所以最后灵性上升了呀 因为灵性就是 你喜欢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然后你就接受了他 当你一接受他 你就跟他一样了 举个简单例子 为什么骗子能够老得手啊 因为骗子知道你想干什么 他就告诉你 你只要这样 保证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所以你就会上当啊 你想赚钱 他就跟你说 你把这点本钱拿出来之后 我可以帮你赚更多的钱 最后你这个钱就亏掉了嘛 所以你就污染了嘛 所以你都慢慢的时间长了 你就不正常了 脑子就不正常了 所以很多人就神经兮兮的 整天说人家 哎呦 你有病啊 哎呦 那个人有病啊 你去看好了 经常说人家有病的人 身上一定有毛病 师父开示的时候 我经常说 你们现在共修 多讲自己毛病 不要去讲别人的毛病 因为你们自己 自度还没度好了 你怎么去度别人呢 因为你讲别人毛病 你一定有毛病的 否则你怎么讲得出人家毛病啊 就是你的毛病 所以要严格的自我修行 严格的反省自己 检查自己 关照自己的修为 你才能脱离啊 你以为你坐在那里打打坐了 念念经了 放放声了 你以为就能成功了 不能啊 要有悟性的 要觉悟啊 所以佛字 在凡文当中 那就是个抉择呀 我们并不是靠着禅坐 也不是靠着放声许愿念经 那是全部合在一起的 在根据你自己的精进啊 忍辱啊 禅定啊 般若智慧啊 他全部六波罗蜜 集中在一起 你才能成功的 就像一个人五官一样 你说你单单有眼睛 你能生活吗 你鼻子闻不到味道 你嘴巴不能讲话 怎么办 你单单会讲 你眼睛看不见行吗 师父曾经听过一个相声 说五官打架 五个兄弟 大家相互不卖账 他们以为 耳朵说我听不见 你们能干什么事情啊 眼睛说好了 我眼睛给你们看不见 你听得见也没用 嘴巴说我不吃饭 你们就得饿死 我不说话 没人会理解你 吵得不得了 只有鼻子不讲话 那四个兄弟就问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讲话呀 你讲几句给我听听好了 鼻子就说了 其实你们讲了这么多 都没有用 我最重要 因为我鼻子一不通气 你们全部死掉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修行也是这样 靠着大家的努力 靠着你身上所有的佛性 你的因素 你学佛的基础啊 等等一切 你才能成就你的功德 所以很多人念了半天 学了半天 他功德没有成宝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